面对市场上成千上万的股票 我们应该怎么选 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公司呢 为什么你的年龄也决定了你的投资组合 怎么样做才可以快速判断分析一家公司 这就是今天的话题 大家好 欢迎来到投资频道 拒绝做韭菜 这是个讲述每股A股投资的频道 每周都会定期发布视频 站在全球的角度 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点 不想错过的小伙伴 快请预订吧 无论是哪个市场 股票的选择总是非常多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挑选股票呢 废话不多说 快速进入今天的话题 非常遗憾 这里的万能公式是没有的 因此挑选公司首先要取决你的目标 对 没错 就是你的目标 这里有人会有疑问 我买股票当然是为了赚钱 哪里有什么目标呢 我在这里插一句题外话 前两天有朋友叫我菜哥 我觉得挺好玩 这里就不妨叫大家菜友吧 那么菜友们 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对投资其实是十分危险的 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把金融市场 当作一台赚钱的机器 按一个按钮就印出来大量的钞票 这是很愚蠢的想法 因此投资目标在这里格外重要 因为有了目标 你才可以继续挑选投资标的 那么其实除了目标以外 还要考虑以下的一些问题 比如第一就是投资的时间 长期 短期 还是中期 第二就是你计划投资的规模 到底有多少钱投入到金融市场当中 第三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的风险承受能力 你是保守型还是激进型 还记得你去券商开户的时候 总是要测试一下你属于哪种类型的投资人吗 因此这个也非常重要 第四是你的年龄 对 没错 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年龄也会影响你的投资标的 在这里有一个公式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100减讯你的年龄 就是你可以投入权益资产类的比例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权益资产 看成是股票或者是基金 比如一个人30岁 那么你可以投资股票或基金的比例 最多可以到达你资产的100减去30 等于70 也就是70% 以此类推 如果你60岁 最多可以将自己资产的40%投入进去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之后 我们就可以找投资顾问了 凡是优秀的有经验的投资顾问 一定会问你 投资的目标是什么 比如一个人说 自己想投资10万到金融市场里 投资期限为三年 但是绝对承受不了资产的减值与损失 那么对于这样的投资人 其实是不太适合买股票和基金的 因为他的风险偏好 决定了他就是保守型的投资者 这样的买股票晚上睡不着觉的 那么最适合他的标的 应该就是国债和一些大额存单了 可见这个目标目的非常非常重要 在这里我们列举一下 常见的三类投资目标 那么第一类就是获得稳定的现金流 比如有人会说 我想每年获得稳定的股息分红收益 不打算承担太多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惯例 选择投资标的 会在成熟企业中选择 这类公司通常比较稳定 股价波动通常情况下 也随着整体市场涨跌 这类公司通常情况下波动相对较小 在美股里或许就是有一些通信公司 电力公司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ates 那么A股里就是一些金融地产消费 等领域的高分红公司 或者红利指数基金 选择这类标的 可以获得相对高的企业分红 而且通常情况下波动相对较低 那么第二类就是获得稳定的成长 同时保护自己的资产 这类投资人通常可以承受一定的风险 但是不打算冒太大的风险 那么对于这类投资人 最好的选择就是一些蓝筹股 这些企业有着稳定的预期 稳定的盈利模式 流动性也比较好 而且不会有倒闭的风险 而且最好是周期性不是很强的公司 这种公司通常情况下波动相对较低 即使在下跌的时候 跌幅也不会很深 这里不一定要选择高分红的公司了 甚至可以选择一些不分红的公司 因为你的目的是获得成长 保护资产 这里的重点是公司的稳定性 而且市场也认可的公司 比如一些大消费类的公司 周期性比较弱 可以在里面选择更加优质的资产 那么第三类就是快速实现财富增值 这里投资人可以承担较大的风险 同时也希望获得资产在短期内大幅增值 这里投资标的 就会是刚刚起步的一些中小市值公司 有着光明的前景 但是现在还未盈利 或者盈利很少 比如一些高科技公司 创业型公司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特斯拉了 没人在乎特斯拉分不分红 大家相信的是公司的未来 公司的前景 当然这里有的时候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 比如一个保守型的投资人 也可以选择95%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和5%的高速成长类公司 这样做当然也是可以的 有了清晰的目标之后 我们就开始第二步 确定你的投资期限 这里分为 1.长期 10年以上 对于这类投资人 可以追求长期的投资趋势 比如说一些新能源 电动车 或者其他的新兴产业 具有未来前景的公司 2.中期 3-10年 这类投资人的选择标的也会比较多 可以在经济周期还在低点的时候 购置一些被低估的公司 在开始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时候 企业从衰退走向繁荣 估值也会得到修复 比如一些周期类的公司 我们可以在低点买入 然后等待下一轮周期中获得收益 这一般需要等待好多年 第三类就是短期持有者 也就是三年以内 这类投资人往往需要找一些强势的公司 或者暂时被市场打压 期待可以快速恢复的公司 当然对于这类投资人难度也往往较大 因为短期内股价的波动是无法预测的 第三步 我们就要研究一下市场的趋势 接下来在选择标的之前 我们要研究一下目前整体市场的趋势 这一步需要我们对整个市场环境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们需要通过阅读 财经新闻 掌握市场动向 参考市场分析人士的观点 我们要注意 做这一步的目的 不是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 也就是买哪只股票 因为所有专家的预测 新闻 都无法帮你准确的选择投资标的 没有人可以预测市场的走向 关于这点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人受了人性的驱使 总是看不透 我们再说一遍 没有人可以预测市场的走势 没有人可以预测 那作为这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是认清市场现在处于哪个位置 情绪是否高涨 判断大致的脉络与逻辑 做这步的时候 千万不要被市场的情绪所左右 要有自我判断 并且找到你可以理解的 可以预测判断的领域 不要受到新闻或者突发事件的影响 改变你投资策略 这一点想做到其实非常难 所以要减少交易的频率 不要紧盯着股价 要观察你投资的标的的经营状况 分析市场上看多的观点 看空的观点 自己综合 自己判断 记住 一定要自己思考 独立思考在投资中极其重要 把你投资的标的当做自己的生意 比如 如果你要足够多的钱 你会把这家公司全部买下来吗 如果你是CEO 你愿意掌管这家公司吗 在投资这家公司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 为什么我愿意投资这家公司 是什么理由 让我投资了这家公司 如果你没有很明确的答案 或者你的答案只是看了新闻 听了专家 或者凭自己的感觉 那么你的投资大概率是会失败的 因为即使你买了一家好公司 任何一个利空消息 你就会卖掉手里的股票 这样选择股票 你是赚不到钱的 第四步 就是选行业 选择你认为有前景的行业 难怕入错行 行业当然非常重要 有的时候 某些行业就是比其他行业更赚钱 更容易建立户城河 因此要选择你自己可以理解 了解的行业 比如如果你在银行工作 那么金融业 你应该最为了解 如果你在超市工作 那么零售业 你应该非常了解 如果你在房地产部门工作 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来说 你可以拿到第一手的资料 如果你在旅游公司工作 你就对整个行业的上下游 非常的了解 以及行业现状 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再比如 如果你偏爱一家公司的产品 也可以拿来分析一下 看看是你一个人喜欢 还是大家都喜欢 但是也不要陷入 偏爱公司产品 就购买公司的这个情况 要选取足够多的样本 还有一招 就是如果你看好行业 但是没有把握 选择具体的公司 这个时候 也可以选择行业的ETF 不知道什么是ETF的朋友 可以看看我的另外一个视频 指数基金 好了 接下来就是第五步 终于要选择公司了 在了解了行业之后 那么当然也就清楚了 行业的上中下游公司 哪家处于强势 哪家处于弱势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挑选一些投资标的 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 比如开始分析公司的经营状况 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 经营效率如何 净资产收益率又是多少 毛利有没有变化 周转率如何变化 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 到底怎么改变 从而判断 一家公司在产业中的地位 比如如果一家公司总是奢销 应收账款急剧增加 那么即使增长很快 也需要值得我们警惕 这个时候 需要我们了解 最起码的一些财务语言 因为如果你不了解 因为财报是会说话的 关键是你可以不可以跟它对话 那么财报其实也没有 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 学会了看财报 无论对你投资还是创业 都是有巨大优势的 这也是个投资人必备的技能 如果你作为投资人 还没有读过一份财报 那么你大概率是赚不到钱的 第六 就是要看公司的估值 这一步其实要观察 市场上的整体环境 到底是狂热还是冷清 比如大家都是跑步进场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应该谨慎 如果大家都很悲观 你反而应该更加乐观 还可以观察 整体市场的历史适应率 行业的历史适应率 以及单个公司的历史适应率水平 来大致判断价格大概的位置 找出来必要的安全边际 然后进行投资 当然估值也是投资的核心 绝不是两三句话 就可以讲清楚的 估值并不是科学 而是艺术 以后我们有机会 会给大家探讨 怎么样估值 除了这六点 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东西 首先第一 公司的基本面 至少以五年为基础 而不只是看一两年的营收 这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公司的历史 虽然不代表以后的营收 但是一个优秀的企业 通常有好的历史记录 第二就是同行业比较 不能只看公司增长了多少 赚了多少钱 而要看和同行比 还要结合不同市场的比较 看看公司是否高效 第三就是重点观察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 关于ROE 我们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 还不知道的朋友 可以翻看一下 我制作的另一个视频 一个指标淘汰80%的公司 另外毛利率也当然非常重要 毛利率也反映了 公司经营的稳定性 相对于同行高的毛利率 代表公司在产业链中 地位比较高 如果毛利率不断下降 代表经济环境 有加剧的风险 当然也要结合 其他的一些因素来判断 当然这里还有 每股收益也同样重要 每股收益逐渐提高 代表公司股东手里的股票 越来越有价值 公司经营效率越来越高 或者是公司进行股票回购 总之对投资人 都是十分有利的 以上就是我们列举了 挑选股票的六个步骤 今天的问题是 你是怎么挑选股票的 大家如果有什么方法 我们也可以相互讨论学习 请大家评论告诉我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不想错过我这个老韭菜 干货的朋友们 请订阅转发分享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